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提起法轮功,大家应该不陌生 一方面全世界曾经多达一亿人口在学习这套功法 另外一方面,是自1999年以来 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打压迫害 甚至传出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侵蚀 以至于学员们在世界民主国家不断的奔走疾乎 也让法轮功的遭遇国际化 受到世界瞩目 奇妙的是,除了法轮功自己的相关媒体之外 在世界各国不曾有过系统性的解说 或者介绍什么是法轮功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功法呢? 是不是一种宗教呢? 这期台湾演绎为您介绍 中国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南海25号聚集了上万名法轮佛法的信徒 他们以静坐或站立的方式形成长长的人融 环绕了好几条街道,默默表达抗议 1999年4月25日 超过1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集体到北京国务院 要求释放先前在天津被抓捕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 也希望当局能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 由于这是自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 中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引发中共高层的紧张 当时旅居纽约的李洪志在接受CNN专访时强调 他无意涉入政治 也没有要威胁当局 我一直告诉他们 要拒绝自己和抗议 坦白说,我没有关注在政策上 我并不想让我的学生添血 并不想让他们进入任何问题 你认为会有问题吗? 我不好回答 没多久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就展开一连串行动 1999年7月20日 将法轮功列为非法组织 江泽民就在6月10号的时候 就成立了专门要调查 跟镇压法轮功的组织 这个叫610办公室 在720这一天正式地开始大逮捕 就开始逮捕法轮功的学员 所以真正的迫害的开始 就是720这一天 全国的所有的媒体 然后每天晚上 像中央电视台 每天晚上半小时的新闻 全部都爱骂法轮功 现在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 但法轮功组织的策划者和骨干分子 不仅毫无收敛 反而加紧策划 揮拔火动 造谣火动 不断煽动闹事 共产党对很多宗教都这样迫害了 对不对 从一开头对佛教了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藏传佛教都这样迫害 那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特别厉害呢 他们发现说 法轮功是一个新兴的力量 然后快速的成长 法轮功学员是七千万到一亿人 他们自己说 我们当然是精挑细选 可是我们搞到现在 党员也不够六千六百万 你们一下就搞到七千万 那是个人数不可人 中国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28号在评论中首度指称 法轮功是邪教 并指控法轮功 危害人民生命安全 政府绝不姑息 中共不断利用媒体 行诉法轮功是邪教 并四处逮捕法轮功学员 送进劳教所 监牢 以思想洗脑或行求肉体的方式 要求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 有消息传出 不少人不愿听从 而被折磨至死 你什么坏事都没有做 你就只是在那边练功 你就被抓去 然后被洗脑 然后被酷刑扩害 就是叫你不能练 就是一个精神上的这种 对人类那种宗教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种 就是我们知道非常邪恶 即便在这样的压迫下 当时仍有法轮功学员 会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示威抗议 下场就是被强行带走 来 去过 在那儿 看着 看着 好 坐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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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1月23日农历除夕当天 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起 五人集体自焚事件 中共官媒新华社指称 他们是法轮功学员 并说他们自焚 是为了让自己上天堂 当时中央电视台每天不断播送这则新闻 新宿法轮功是邪教异端 让民众产生反感甚至仇恨 不过法轮功学员澄清 这根本就是一起造假事件 因为李同志在《转法轮》里 明确指出 修炼人不能杀身 其他讲法中也提到 自杀是有罪的 在则制焚者的盘腿方式 也不是法轮功的打坐姿势 我们盘腿是有规范的 比如说女生是右脚先左脚 就是这样子 然后男生是左脚先右脚先上来 这叫我们的双盘 这都符合宇宙的特性 那那个他说他是法轮功学员 他是一个散盘乱盘的 是有点像说军人的盘坐的姿势 第二个以科学或是医学的角度来讲 第一个被烧伤的 他的衣服都被烧伤 可是他人被烧一定很痛啊 他完全没有扭曲 就是静静的做好好的 我们从电视角度来专业来讲 就这个片子不是抢拍的 是摆拍的 摆拍 什么叫摆拍呢 就是演戏嘛 就是你在摆在那给我拍 而且你得配合我才能拍 最典型的几个动作 我可以跟他一说他就知道 那些医生护士去 你想不想妈妈呀 你喊一声 然后这时候我把镜头推上去 特性 对 喊完之后 我就跟这个人讲 你们把他抬上车 好 抬上车之后 我在这个角度把它拍好 他抬上车 那么抬上车之后 等一下啊 换个角度 好 你车子可以开走了 就开走了 所以你如果让我做电视还原的话 我就能还原车上 如果不是这样子 正常情况下 那个救毒车来救一个烧伤病人 我连一个镜头都拍不到 对 他的护士一下来 一抬上车赶快往医院送 他哪会等你啊 不过也因为国际媒体的报道 法轮功的知名度大增 从此全球修炼法轮功的人口 反而大幅增加 赚法轮一书还被翻成 40多种语言发行 而台湾在1999年7月 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 学练人数也有数十倍成长 很快就超过一万人 不过也有人因为这些负面消息 不敢接触法轮功 因为中共的破坏 其实很多人会因为这样而障碍 而没有来修炼 其实我也障碍了一两年 就是因为我也想说 我为什么要去练一个 以后我就不能去大陆啊 或是说我去大陆会很危险 我也会障碍住 可是当我了解 我说哇黄沟这个修炼 对我们人生是这么大的影响 我怎么会去 好像就有点点听到什么 什么什么 我就去障碍住 我觉得这好可惜 好可惜 喂你好 你是中山医院 对师傅 对方 你一直改造医治中心吗 对什么事 我想咨询你 先改化啊 我在医生里 喂 喂 你好 你是医生吗 医治手术啊 那可以做的 那可以 要等多久啊 一会儿一个礼拜 早夜就可以做的 还有没有这种业绩在打 这种气候的 这种气候的性 可是很好 这种我们都是在做 自1999年7月以来 中共对法轮功进行 灭绝性迫害的残酷手段中 最害人听闻的 救赎活摘器官 2006年前加拿大外交部 亚太司司长大卫巧高 和人权律师大卫迈塔斯 共同发表独立调查报告 后来还出版 写新的活摘器官一书 揭发法轮功学员 被强摘器官的遭遇 当不管是台湾或加拿大 或国外的任何人 需要器官移植的时候呢 在劳教所的这个学员 可能就要被抓到手术台上 他的器官就要被摘取 在此同时 有越来越多人相继投入 追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被活摘的真相 曾任中国航空军医主任的汪志远 就是其一 正常警官你不是取那个 车祸事故撞死了的人 或者是疾病抢救无效的人 这些人本身已经是 处于脑死亡状态了 他没有感觉 所以你也不用打麻药 可是现在他取的不是这项的人 他取的是活着的 健康的 正常的 这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为什么不打麻药 他就是保持这个器官的功能 活性 旅居加拿大的政治医师 1994年在沈阳陆军总院实习时 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 参与了活灾任务 对象是一名被关在狱中的 18岁中共解放军 当时我踩着他的腿的时候 他在颤抖 抽住 那个时候 军医命令我说 说你快快 赶快捡他的动静脉 我当时机械的就 捡了一下动脉 那血 呼了一下 我这个 橡胶手套 崩的全是血 一下喷出来 整个腹枪冲的全脑是血 军医跟我说 他你取一个他眼球 当时军医 把那军医服从他头上 拿去 他的两只眼睛 一直看着我 我也太转眼 太活了 我当时全身发抖 虚弱无力 我跟对面医生说 我做不了 我实在做不了 郑志是首位亲力活在现场 并出面作证的医生 并在纪录片中 勇敢现身 第二天采访之后呢 他流着眼泪跟我说 他说呢 我以前呢 总是觉得 有一种 无所不待的那种恐惧和压力 和好像总是要被人追杀的一种感觉 突然之间呢 讲完了之后 却烟消云散了 好像他这个生命啊 他的灵魂呢 得到了一种救赎 所以这个对我触动很大 所以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决定了 可能要做这种片子 汪志远医师是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主席 自2006年开始 他从官方数据和实地访问发现 中国器官移植爆炸性增长的时间 和迫害法轮功的时间 完全同步 91年到98年 这8年期间 只有做了78例干医治 每年还不到10例 99年到2006年 同样的8年 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 做了多少呢 14085例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 拿到了41家 器官移植医院 或者移植中心的 45名 这个院长 主任 主导医生的调查诺应 等等 可以说 大量的确凿的证据 证明 这件事情是在存在 正式存在 发生了 而且是从99年开始 一直以来 法联工学员 都是活灾器官的 主要对象 有一说 这是因为他们 不咽不酒 身体器官 都是最健康的 但汪志远医师 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中国绝对没考虑 你的器官好 二三年 绝对不是 这只是说转移掩盖 他罪恶的一个方式 那么 消灭法轮功 怎么消灭呢 他就想了个办法 在区器官把人杀了 在肉体上 消灭这些 坚定修炼的法轮功人 同时呢 器官移植呢 又得到了巨大的利用 这个利用可以鼓励 那些医生们去犯罪 维系这个犯罪的 政治政策和政权 根据台湾移植 医学学会和卫福部资料统计 国人到境外器官移植 大约有九成是前往中国完成 虽然到中国等待时间快 但他的器官来自市场交易 不但违反无偿捐赠的世界惯例 术后的死亡风险也更高 在中国大陆 如果去经由这种管道的 大部分人都会 都会听到说 可能一个器官眼角膜换了这个东西 收费要多少钱 可是跑去换回来之后 他们就 换完之后他们事情就不管了 后来他那些医疗 还是由我们台湾的医疗体系去吸收 那这些庞大的医疗费用 是由我们每一个台湾国民的 这些健保支出去支撑他 来自中国东北的法轮功学员陈佩明 2024年在美国召开记者会表示 2001年他因为向民众讲述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被判刑了八年 期间一次被活摘了干的左叶 第二次又要被活摘时 他曾预警不注意时顺利逃脱 是目前中国首位已知的活摘器官 幸存者 我天天合作 我的左肋麻木疼痛 至今我的左肋肋骨后背 隐隐作痛 2024年6月25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 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要求美国制止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 并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 未来参与活摘器官的人 可能遭到美国政府的签证限制和资产冻结 现在你可以看到活摘器官也没有停 然后美国也通过了这个保护法轮功的这些法案等等 也就是世界慢慢开始觉醒吧 那你觉得中共会因此有改变吗 改变是不会的 但倒台有可能 我刚刚讲的暴政并 输了一个跟全共产国家 这些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们也相信中共迟早会结束的